佛法的基础 戒 定 慧 佛陀所教导的佛法 向我们指示了一条康庄大道 这条大道或者方法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就是戒 定 和慧 他们是佛教里面的三大基本原则 或者三大支柱 如果我们生生世世勤勉勉发展和培育他们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到达最终的安宁 首先让我们讲讲戒 或者通过训练来发展品德 我们一定要学习 如何成为仁慈的人类 和过着不伤害别人的生活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要知道 如何过着不干扰别人的安宁生活 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 那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纪律 好的行为 戒律 和道德这些字眼 都和戒 有着同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开始要过着宗教生活的基础 假如一间屋 没有稳固的地基 那间屋一定非常之不平稳 现代的人从摸索中去了解戒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尊重别人生存的权利 如果我们相信 世界的存在只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矣 这样我们将会不顾一切地 向世界索取我们所要的东西 和不会顾及其他的生物和环境 例如植物 河流 大气层等等 到了最后 我们所谓的现代生活 造成了自然界里面 大部分生态发生不平衡的现象 而我们将会自我毁灭 一个好的佛教徒 应该非常尊敬和关心 所有生物的安宁 这就是界 但是只有界是不够的 因此 我们必须培育 下一章里面将要详细解释的定 和胃